工作表上面的话,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开启那个问题式的那个范例 那个范例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个范例里面打开来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问题式 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范例打开来 OK 里面的话就是一二三第一季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是把一二三直接集中在第一季里面 那当然你的传统做法 你可能就是什么? 有没有先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对不对? Ctrl Shift向右向下应该会吧 然后Ctrl C 然后再切到第一季 再移动到A2储存格 Ctrl V 那这个动作实际上你可以先录下来 我刚刚录的部分就是这个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做录制聚齐的动作 录制聚齐应该还记得在哪里吧 制定工作区里面 这个先打勾 所以刚刚的动作 你就可以把开发的源 录制聚齐 这个名称先 我先用聚齐一好了 有没有 第一步 先选它对不对 然后再游标放在那个 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移到第一季 点一下这边 Ctrl V Ctrl V贴上 然后呢再怎么样呢 Ctrl向下 Ctrl向下是什么 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嘛 那最下面一列我还要在因为我等下再贴上 对不对 贴到第二 所以再怎么样呢 再往下 往下的话就是再往下一个键标 OK 好 录完之后的话你就停止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按聚齐就会编辑一下 你录的东西呢就会出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呃 这个是 第一季的选 选一月 不过这个地方 我刚刚程式写的 除了说可以用一个名称之外 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数字 数字1的话就表示说第一个工作表 那么应该可以理解吧 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给数字 一个是给名称 后面点Select 这个这一行应该没问题 再来 这一行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我刚刚有用滚轮 它会录下就是什么 Active Window Small Scope 多少个 这一行其实可以不要 然后A2 有没有放A2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然后全选Ctrl Shift向右 有没有向下 Copy 然后再切到第二季 在第二季的这个A2 选取 贴上 然后直接向Ctrl向下 有没有 再来就是向下一列 向下一列它是用什么呢 直接指定到绝对的位置 A32 可是我们将来写一个 写一个那个回圈的时候 不可能固定的 所以我把它改写了 各位可以先录一下 另外的话 参考一下我云端白板 就是说录完之后 它只有1月份贴过去 但是2月3月4月 可能是12个月的话 那其实就是跑一个回圈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它 跟VBA结合 其实各位就可以当 把那个我云端上面放的这个 当成一个范本 以后如果你要合并工作表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把它当范本 就第一个步骤就是录制剧集 第二个步骤就是怎么样呢 把它再跟VBA结合 其实这个部分写的 4回圈跟前面我们做蛮多都类似 我想都一样 一定有4 一定有范围 一定有NAS 那你就这样 不管你有几百个工作表 反正它全部都把你集中起来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如何把那个大量的工作表 做合并的动作